原来大家都在同皮片互联网冲浪 昨儿因为穿旗袍不方便蹲下男嘉宾 见状秒变老嫂子 今天的盆盆奶还没送来生气了让饲养原猜 东所周知刘玉宁和诚意是个反义词 您随便解一张然后念一个ID这个ID的名字 我们就把你刚刚的那个教导的录音卡送给他 怎么解 怎么解 用力的动作像极了老年人玩手机 我没有结婚 哦哦就是手机里面签 三二一 王立新这个梗算是过不去了 王月新他总说我2G的网术 不懂他5G冲浪的快乐 还说我的世界车马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后来 他就离婚了 别心 5G真的太快 大家都在好奇 大咪咪听到了什么 这次有关 他是真敢说 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看到 以后卫老师 真的吗东老师 2023年确实很轻易 咱说这个游戏是非赢不可慢 黄小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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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小蜜第一个在中外有人对小明哥的总结 有一个阶段是 中外差 网络可算被你小子玩明白了 有人说我背景太假了 假吗背景假吗 这背景太假了 你打死他 你再说 你假吗 你打死他 你打死他 特别好吃 这个太好吃了 让我忍不住想要舞蹈起来 严重怀疑 他是不是天天坐在路由器上 切切发达利 唱歌什么 不唱 我是颜值主播 我不唱 跳舞不会 不看出去 我是颜值主播 感谢朋友们送来的豆油 我们要 在他俩身上第一次正面看到了侧面描写 通话网速2G还是5G 5G 他手机现在不都5G吗 4G 我是4G的 我没弄5G 我有问题吗 还是他有问题 你是4G的 我的手机是4G 真的吗 对他们老让我们都办5G 我说我不办 确认过五颗实锤了 这个意思就是了解 网上的一些CM 所以你买的话 我可以才会快点 那我们2G吧 那我们刚才回答了吧 我觉得 哦 你快要对我说话